6000伏带电检修不绝缘 20载老师傅命丧黄泉 高压开关柜安装避雷器触电事故 事故经过 某单位机房配电室 高压电工高某与助手宋某 更换高压开关PT柜避雷器 高某在仅将PT柜的上刀闸拉开 断开了母线电源的情况下 没有将PT柜下方的电源进线断电 既没有进行厌电 也没有进行放电 挂接地操作 就进入PT柜内 在徒手安装避雷器过程中 头部触到C项电源 同时右手对A项电源放电 当场臭电身亡 事故原因 该高压开关PT柜 主要为配电室所有高压开关柜仪表 以及二次线提供电源 当PT柜的上刀闸拉开后 只是与母线电源断开 但在PT柜下方 与相邻的电源进线开关电源相连 致使PT柜下室内线路 仍然处于带电状态 高某安全意识淡薄 为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没有执行停电、验电、挂接地制度 违规不配戴绝缘手套 执行带电作业 导致触电死亡 高压PT柜拆插件触电事故 事故经过 某单位配电室 由于5号高压开关PT柜插件烧毁 主体设备停止运转 值班领导研究决定 准备将备用的7号高压开关PT柜插件拆下来 给5号高压开关PT柜换上 刚到班的高压电工技师马某心急如焚 独自去高压开关PT柜拆插件 马某仅将PT柜的上刀闸拉开 在计位按照操作票要求进行验电、放电 挂接地的情况下 就进入PT柜内徒手拔插件 当场触电身亡 事故原因 马某严重违反规程中 不准带电作业的规定 心存侥幸、冒险蛮干 在PT柜没有完全断电的情况下 带电作业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 马某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 单人在带电场所作业 且安全措施不全 造成触电 正确操作 人员进入工作现场 应穿绝缘靴 戴绝缘手套 将相邻PT柜上刀闸与下刀闸同时断开 并使用高压验电笔验电 只是灯不亮 才能确认PT柜处于断电状态 PT柜完全断电后 挂好停电牌设人监护 然后将PT柜内线路接地放电 并将三线电源挂接地后 才准人员进入PT柜内作业 防止误送电造成人员触电 防止误送电